崔达的马车过瓦士子桥的时候被挡在了那里 前面的朱雀街上车马促促 一对对穿着皮球的西夏人正从朱雀街上经过 虽然是夏日 这些西夏人浑身上下依旧过得严严实实 一股股浓重的腥骚味道传过来 让人几乎无法呼吸 东京人对此满脸的不屑 捂着口鼻对那些野蛮人指指点点 以前的时候他们不敢这么做 因为谁晓得那些野蛮人会不会揍自己 自从云征在黄河边上击败了莫藏鹅旁之后 东京人的胆子也就变得有些大了 听说西夏汉将张智的真人辣相 如今依旧摆在大宋的武城殿里 所以啊 他们对这些浑身腥骚味道很重的蛮蚁之辈 从心底里就有些看不起 崔达皱着眉头 听外面的人窃窃私语 说着西夏人的笑话 他根本就笑不出来 这些年 西夏人正在努力的推行中国化 他们抛弃了往日里最喜欢的丝绸 穿上了皮袍 他们摒弃了大宋的兵制 开始将全国军队打散了往日的部族模式 开始混合起来之后作战 让每一个部族的人都把别的部族人当成自己的兄弟看待 部族融合是一个艰难而有痛苦的过程 但是战场上的血液却是弥补部族裂系的粘合剂 几场大战下来 再顽固的人也只好把自己的后背丢给别的同袍守卫 崔达和苏氏交谈过 知道苏氏有一个野蛮其肉体 闻名其精神的说法 他认为这样的提议非常有道理 只是没有任何可以大规模执行的可能 看了今天这些野蛮质朴到极点的西夏武士 崔达觉得让一个人或者一个部族 一个国家闻名起来可能很难 但是想让他变得野蛮起来 却非常容易 对于西夏人 崔达对他们的认知要比一般的大宋人深刻的态度了 他不但知道如今的西夏人在河中所向无敌 更加知道西夏人已经在去年就灭掉了黄头回湖 并且强行把这些黄头回湖的人口迁徙回了玉门关 他们准备用这些回湖人来填补前些年和大宋作战所损失的人口 自从莫藏俄旁战败之后 在他的严厉约束下 桀骜不驯的卓生军就再也没有进入大宋疆域 抢过一个人 这么一来 没有了奴隶来补充人口 莫藏俄旁自然将目标定在了关外的野人身上 他们一度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河中 和辽国的上京道几乎紧紧的贴在一起 这才罢休 崔达看得很仔细 西夏武士中确实多了很多高眉谷深眼窝大胡子的关外人 这说明西夏人的实力在这些年中已经有了一个长足发展 这对大宋来说可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云征被关入天牢的起因有很多种 崔达最相信的一条就是云征私自调动自家武士进京这一条 刚才大概看了一下 从自己面前走过的西夏武士就足足有五百人 东京能够容下五百名全副武装的西夏人进城 却不容许云征家里的农夫进城 这根本就是一个最大的笑话 崔达进了云家的门 就大喊着要酒喝 云越出来迎接了他一下 两人坐在花厅里还没开始说话 崔达已经把一坛子酒喝得干干净净 现在应该感到郁闷的人是我才对啊 你怎么嫌得比我还要郁闷啊 云越抓了颗蚕豆扔进嘴里 吓着问道 崔达怒道 你郁闷个屁啊 你大哥进天牢 听说什么天大的荣耀呢 你留在灯灯那些鬼影子 如今在大海上杀人杀的海水都要被血染红了 如今的大宋跟高丽 沃果 辽东的交通已经断绝了 任何人要想吃一口人参啊 都得看你的脸色 你郁闷什么你啊 没你说那么夸张 只是没人愿意下海去挣那些苦哈哈的银子而已 要是愿意下海 一样会有转头 崔达瞅着云二 不用出钱 就这么带着货出海 云月皱着眉头 少了银子这样的压仓货 我怕海外的风浪太大 把船掀翻了 你的意思是 用我家的银子压你家的船舱 云月笑着点点头 是啊 这样的话 大家的船都会非常稳当啊 云家的海盗买卖已经开张了 还不行还不行 不过已经开始售卖海龙旗子了 你们蜀中商行财大气粗的 要不要买上几百面挂在船上啊 我保证你们的船在海上见不到一个海盗 只要能战胜海浪 你们就赚到了 好啊 我先买上一百面吧 来 你说说 多少银子 我就不说铜子了啊 你们兄弟好像都不喜欢拿铜钱 云月笑着把自己的衣服撩起来 指了指一角 小时候大哥怕我丢了 给我的衣服里头缝了些银子进去 结果啊 等我长大了呢 这毛病却落下了 衣服脚里头要是没有缝上银刻子 这衣服就没法穿 不过现在是改封金叶子了 把十两一钉的银盘封到衣服里头 实在有点不成体统啊 崔达叹息一声 唉 说吧 一面棋子 你打算收多少银叶子 哈哈哈哈 云家人比较讲理啊 你们想平安的在海上航行呢 云家只要一成的获值 你干嘛不去抢你啊 我这不就是在抢吗 你忘了 我们家可就要成海盗之家了 哎呀 你给狼坦他们写信说清楚啊 真不是我要吞灭你家在手中的产业 我见了他 他狠狠的吐了个唾沫 还说 没一刀杀了我 已经便宜我了 自从西夏人击败了黄头回湖之后啊 他们身上似乎又融合了野蛮人的特点 如今的西夏人变得更加野蛮 也更加效用善战了 黑山一战 其单人吃了大亏 耶路红基亲自上阵 也没挽回多少败局啊 莫曾俄旁经过黑山一战之后 他的威名似乎已经在云帅之上了 崔达到底把自己心中的忧虑说了出来 这个时候再和云家谈什么生意 就有些太吓作了 云月举举手里的酒杯道 我们不也变得越来越优雅了吗 这个世界需要两极化 我们已经占据了一头 总不能让人家那一头哪都不占吧 天平呢必须有两头都有重物才会平衡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没有谁不是生活在苍天的庇护之下的 野蛮人的刀子会杀人的 可算起来兵器的杀伤力更大吧 我非常担心大宋西部的边疆 今后将士们要面对的敌人 会一个比一个凶残 当初云帅在唐县斩杀耶律华塔以后 曾经对我说也门到极致也是一种力量 耶律华塔在唐县部下的金冠 已经吓破了很多大宋人的胆子 我不认为除了云帅和敌帅之外 谁还能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些野兽啊 云月把手里的酒杯放下 重新给崔达的酒杯填满了酒 两人碰了一杯之后 云月笑道 野蛮 野蛮确实是一种力量 不过文明的力量更加恐怖吧 我大哥手无腹肌之力 可全天下的勇士见到我大哥的时候 都需要单膝跪地啊 叩头请安啊 全天下最凶恶的武者路过我大哥身边的时候 也是战战兢兢 大刺都不敢出啊 你口中的最凶恶的野蛮人 杀的人还比不上我大哥杀人的灵头吧 这就是文明的力量 借用文明的力量杀人 那才是世间最恐怖的事情嘛 两个人说笑间天色已经晚了 管家老廖正在吩咐门房把彩灯挂上 这是夫人临走的时候特意交代的 老廖对陆青莹的命令从来都不会打任何折口 对这件事很是上心 两个家将穿着铠甲挂着腰刀 站在石狮子两侧 这种原本应该放在宫殿前面的巨大石狮子 如今就坐落在云家大门的两侧 当初云正弄来两只巨大的石狮子的时候 惹来东京人铺天盖地的叫骂 一品官或公喉等腐地前的石狮子 头部有十三个卷毛疙瘩 位置十三太宝 一品官以下的石狮子卷毛疙瘩 则要逐级递减 每减一品就要减少一个疙瘩 七品官以下人家的腐地 就不准安放这种石狮子了 这种说法官家并不承认 只是民间的一种说法 土鳖们很是注意这些细节 一些豪富之家也经常模仿 云家不论从哪点来看 都有资格摆放这样的镇宅神兽 不过呢 人家的镇宅神兽都安放在房门边上 这叫做得则相邻 而云家的石狮子就摆在他家的大门口 硕大无棚的招人妥骂 不过百姓们一般都没什么长性 骂着骂着也就习以为常了 自家还要每日里忙着到处找石吃 谁有那么多闲工夫在这件事上磨破嘴皮子 再说了 云家人皮厚啊 你怎么骂 人家都不打算改正 每天用清水帮着石狮子清洗牙齿 这是老廖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 今天呢 也不例外 仆役们帮着搭好梯子 老廖就提着一小桶清水攀上了石狮子 用软布细细的清洗的石狮子 落在外面的四颗大牙 云家人煞气重 不管是大少爷还是二少爷 那都是满身血腥的人物 即便是那些在家里挑水担柴的家伙 哪个身上没背着几条人命啊 云家这些年之所以没有被邪魅侵蚀 虽说大少爷乃是堂堂兴君自然百邪不侵 可大少爷不在的日子里头 还没发生别家熏贵家里发生那些怪事 就必须要归功于这两只石狮子了 有一次老廖早上起来的时候 发现石狮子大牙上沾有血迹 问大少爷的时候 大少爷说石狮子昨晚咬死了鬼妹 拿清水洗洗就好 从此老廖就把这件事上了心了 当然他根本就不知道 石狮子牙齿上的血迹是狄青的 他和云征一起喝得大醉而归 兴奋中一纵身就攀上了石狮子 因为兴奋过度 怒破了手指 把血流在上面了 老廖刚刚清洗了一只石狮子的牙齿 就看见家里的家将急不上前 将一群人来在大门的台阶前 一位紧袍公子站在门前 面容倒算是清秀 只是整张脸都变得扭曲了 就有些难看了 按骂一声 这年轻人不懂理说 就一拳一拐地从梯子上下来 拱手说道 这位小哥呀 云家主人有样 不见客人 请回吧 老廖说得很客气 因为这个贵公子的身边 还站着几位随从 每个身上的甲肘都非常齐全 不像平常人家的少爷 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 老廖想要这个无礼的少年人 知难而退就好 守卫大门的家将老和 一听老廖这么说 立刻就明白 他没认出这些人是谁 所以低声道 廖管家 这些人是西夏人 他们身上的甲肘 都是西夏智慈慈开架 青一色的狗头凯 原来是西夏人 老廖恍然大悟 瞅瞅那个少年人 并没有走上云家大门的台阶 也就不以为意 门口的大街上 站着什么人 还真的不用自己多操心 指挥的仆仪把梯子搬到另一边的母狮子那边 准备继续去擦拭石狮子 这座石狮子雕像 老廖最是喜欢 母狮子的前爪下面还踩着个小小的石狮子 他平日里最喜欢观摩这条憨态可惧的小狮子 云征 出来见我 那个少年人忽然开始嘶吼起来 老廖皱着眉头 放下小水桶道 你叫我什么 云家不招待西夏人 赶紧离开 少年人咬着牙齿 还我父亲的遗骸 否则 不死不休 老廖仔细地瞅瞅这个少年人 这才发现这个人腰间还拴了一条麻布 也不知道这是在给谁带小 不过一想想自己大少爷杀过那些西夏人 也就不以为武了 太多了 估计大少爷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 这么些年啊 跑到家里来要自己父兄师身的人 还真的只有这么一个 所以他好好笑道 要找你父兄的师身啊 你该去秦州或者青唐 去兰州附近估计也是个办法 你上这儿来喊叫什么啊 少年人悲愤地吼道 我父亲的尸骨 听说被云生这个恶贼 交住成辣相了 你叫我上哪儿去找啊 老和哈哈地笑起来 秦州之战 青唐之战 他都参与过 这个少年人说自己的父亲 被大帅交住成了辣人 哪里还会不知道 他是谁家的人呢 指着皇宫对那个少年人道 你爹该是张志吧 你的孝心可嘉呀 不过辣相不在我们家里呀 如今在五城殿呢 你可以去求官家 看看他能不能把你爹的尸体 赐还给你啊 老和今天已经是马上四十岁的人了 对这么一个很有孝心的少年 还是很有好感 不论战场上是怎么回事 如今大宋和西夏乃是友邦 没必要再把这些人往死里得罪 老和说的客气 还特意走进两步 帮他直指皇宫的位置 却冷不防 自己的肚子一阵剧痛 身子朝后飞了起来 后背撞在石头狮子上 一口血就喷了出来 少年人受回刚刚踢出去的腿 觉得自己今天 如果不能为自己可怜的父亲 讨会一点公道 根本就没有脸面活着回膝下去 所以红着眼睛道 张虎今日为父报仇 踏平云家 生起云征老贼 一群西夏人 带着一股子浓重的腥骚气 嗷嗷叫着冲了上来 周围看热闹的东京人 顿时就一哄而散 那些人已经开始动刀动枪了 连弓箭都拿出来了 如果再不跑 说不定会被误伤的 风向不对 那些仆役们做的第一件事情 不是一拥而上去揍人 而是抬着老河和瘸腿的老料 飞快的逃进家门 然后咣当一声 就把大门给关上 只留下两边的小门 希望那些人冲进来好擒拿 这就看出退伍军族和普通打手的区别了 自从少年人动手之后 仆役们原本就想一拥而上去把这家伙给揍扁 结果发现这家伙的同伴们开始抽腰间的弓箭了 这时候赤手空拳上去自然是在找死了 先回家找点渗手的家伙再说嘛 老廖的眼睛都红了 一只粗大的长剑竟然定在了云家的匾额之上 挣扎着就要冲出去和那个姓张的少年人拼命 大门口的动静终于引来云月的注意 手里端着一杯酒走出来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他感到很奇怪 因为和老和一向交好的门神老狗 已经红了眼睛 把放在白虎节堂那里的八牛弩给推出来了 话在老廖的嘴里玩味了半天 才挤出几个字来 二少爷 西下人打上门来了 听说是张智的儿子 云月回头瞅瞅同样端着酒杯的崔达道 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野蛮和文明的关系 你可能没机会见过真正的热武器和冷兵器的对撞吧 好 那今天就让你开个眼吧 验证一下看我说的对不对 西下人的一身功夫都在马上 驱动战马甚至比驱动自己的双腿还要来得灵活些 面对云家这样的强敌哪敢大意啊 张虎一声呼啸 门外的西下人全都上了战马 来云家找麻烦之前 张虎就仔细的研判过自己掌握的情报 云征听说被皇帝关进了天牢了 如今云家就只剩下云月和秦国共处 自己前来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寻仇 毕竟自己的父亲战败之后 被云征弄成了辣人的事情 举世皆知 如今来云家闹事最大的原因 就是想看看云征是不是真的如同传说中一样 已经倒霉了 四匹马四个人 四米铁钩 从街道西面勾着一颗大腿粗的树干 迅急的向云家大门冲去 距离很长 却能让战马完全跑起来 这完全是对付城门的法子 只要撞破了大门 骑兵就会冲进云家 此时虽然不能大杀四方 但是却能让云家颜面扫地 战马的铁蹄踏在青石板上活星四剑 街面上看热闹的百姓 不由得张大了嘴巴 发出呵呵的叫声 任谁都想不到 西夏人在大宋的京城里会嚣张成这个样子 竟然敢悍然攻击大将军的府邸 崔达躲在赵壁后面 瞅着凶声恶煞的西夏人道 人家冲过来了 你能怎么办呢 开封府这时候好像忘了你家 云月摇摇头 听着外面急错的马蹄声 让仆役们打开大门 自己端着酒杯走了出去 四匹马已经完全跑了起来 想要勒住战马已经不可能了 眼看着战马窜上了台阶 四肢粗大的弩枪从云月的身后飞了出来 铲子状的弩枪头撕开了战马的脖梗 又一头钻进了马上骑士的腰泪 巨大的动能几乎把那些武士的身体拦腰斩断 被铁钩子勾住的树干掉在了地上 被石阶挡了一下 横在几乎失去脑袋的战马前面 如同扮马索一般 失去平衡的战马 一头撞在云家的石狮子上 骨断筋折 窜起了大片的血溅 云月闪身躲过两道血溅 皱眉看看石子前面的两堆碎肉 一口喝干了杯中酒 顾不上脚下的污秽 将一具破破烂烂的尸体用脚勾起来 不等尸体落地 平起一脚就将那具尸体 踹向扑过来的张虎 张虎的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柄斩马刀 大吼一声劈开尸体 依旧不管不顾地向云月发起冲锋 驸马手下留情 一流快马匆匆地赶了过来 不管情势如何 抢先大叫起来 云月躲闪不及 被崩飞的碎肉弄得衣衫上全是血迹 心中恼怒之极 哪里又有心情去听别人说什么手下留情的话了 侧身躲过张虎斜着披过来的斩马刀 柔身撞进张虎大开的胸腹门户 向前突进的张虎勉强停下脚步 不管手中的斩马刀 带着尖刺的拳甲 恶恨恨地击向云月的锁骨 这一拳如果击到十处 云月以后休想再把脑袋抬起来 云月的袍袖卷了一下 缠住了那只拳头 抬起膝盖重重地顶在张虎的小腹上 张虎正看云月袍袍的纠缠 登登登地向后退开几步 小腹虽有铠甲护身 依旧痛得让他几乎跪倒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抬头看到眼前到底是什么人 云月从栏杆上拔出张虎丢掉的斩马刀 长长的刀柄顶在腰侧 跨前一步挥刀横斩 这就是磨刀的基本六斩之一的破千军 张虎见云月来的凶猛再次向后击退 将身形引在前来接应的西夏人群里 云月一刀斩空并不停步 借用斩马刀旋转的力量 借用妖力跨前几步 再次旋转着催发了斩马刀 血量的长刀发出隐隐雷声 继续向张虎斩了出去 手寸解的张虎大骇随手抓过两个西夏武士 向长刀迎了过去 咔嚓一声响 张虎只觉得手中一清 手中的两个西夏武士竟然已经被拦腰斩断 云月手里的斩马刀却去尸不减 竟然再次在云月旋转着催发之下 向自己横扫过来 云月跟随孝林学过斩马刀的用法 这时候一旦催发 确实永不可当 斩马刀 磨刀一旦催发 力不竭 不停止 这是骑马的规律 否则一旦强行停下 就会给敌人可趁之机 打开大河的斩毛刀路数 除了勇猛之外 那要的就是一往无前的气势 没了这股的气势 人家只要近身 就有无数种法子 结果掉磨刀手 进了人群 斩马刀的威力被云月展现得淋漓尽致 长刀斩出了一片血浪 直到一个巨人一样的膝下武士 大吼一声 用自己掌中的狼牙棒 死命挡在斩马刀的前面 这才硬生生将云月的刀势给拦下 张虎瞅瞅从街道两边涌出来的云家家将 大声叫道 我只是来找云家讨个公道的 云月节节笑道 谁都可以来云家讨公道 这没关系 什么时候讨公道结束呢 却是云家说了算 叫喊着要云月手下留情的人 也已经飞马赶到 不等他多说一句话 云家家将手中的弩剑就已经传射了出去 两面挤压之下 西夏人不得不躲在云府对面的一家杂货铺子里 杂货铺子的老板伙计早就跑得不见人影 西夏人顶着门板向外冲锋两次 都被疯狂的剑鱼给逼了回去 云月站在残枝断壁中间 阴郁地瞅着刚刚飞马赶到的司马军石 你要说什么 司马光控制着自己的眼神 不去看地上的蚕尸 演了下口水 艰难地说道 此时 西夏和大宋的和谈尤为重要 张虎更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他不单是西夏国的副使 同时也是莫赠俄旁的爱戌 驸马 算且忍耐一时半刻 以大局为重才好啊 云月冷冷说道 等我杀光了他们 我就不生气了 云月 你是大宋的臣子 当以国事为重 司马光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 眼睛一顺不顺的盯着云月 云月激笑道 司马光 刚才西夏人骑马 冲我家大门的时候 你在哪 刚才西夏人指我的鼻子 谈论杀腹之仇的时候 你在什么地方 你刚才 不会跟开封府五城兵马司的那些人一样 都躲在暗处看热闹吧 怎么 见西夏人要倒霉了 就钻出来吼一嗓子 手下留情 既然西夏人已经开战了 还把长剑定在我家的匾额上 你觉得我会以什么大局为重啊 司马光的脸上露出一丝蚕色 拱手之后说道 驸马息怒 司马光却是是刚刚得知消息 连忙飞马赶来 绝无故意拖延之险啊 你的话我信 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位敦厚的君子 至于别的 还是算了吧 你赶紧准备处理张虎被我制作成辣人之后的事情吧 家将们在那间店铺里刚刚丢了很多的火药弹呢 无伤耳朵吧 马上就要炸了 司马光大惊指着云月道 住手 轰的一声响 只见那间店铺里面冒出了一股黑烟 接着店铺的窗户 大门就飞了出去 连房顶也被掀掉了半面 司马光夸下的骏马哀鸣一声 剁着四提连连后退 云月的眼睛却眯成一条线 探索夺过家将手中的破甲锥 冷冷瞅着这破败的杂货铺子 门窗都飞了 人却没有飞出来 这非常的奇怪 四五个西夏残兵 亮亮呛呛的从店铺里滚出来 他们身上的血就像泉水一样 从身体中流出来 张着嘴巴 嘶喊着没人能听明白的话语 坚持着向云月爬过来 家将老河老狗跨前一步 将云月护卫在身后 他们都是老兵 非常清楚到了这个时候 才往往是危险降临的时刻 弩箭定在那些人的后背上 发出了扑扑的声响 司马光坐在刚刚安定下来的战马背上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一只黑幽幽的大手抓在司马光的御带上 硬是把他扯下战马 张虎费力的爬上马背 一个破破烂烂的大汉在骏马的屁股上 拍了一巴掌 走啊 受惊的骏马沿着轩武门外的巷子 嘻哩哩哩的叫唤一声就狂奔下去 被摔得七魂八素的司马光还没有缓过时来 一股子鲜血就兜头淋了下来 在昏过去的那一刹那 他看到那个巨汉的胸口处有一柄铁锅 明晃晃的在火光之下闪耀 云月找到了一匹西夏人留下的战马 翻身上了马背 走过巨汉身体奔的时候 反手就把那枚破甲锥抽出来 一颗马肚子 战马就沿着张虎逃跑的方向追了下去 华灯初上的东京是最美的时刻 也是人头兮兮的时候 忙碌了一整天的东京人 最喜欢在这个时候换上三两好友 去马兴街上小酌一杯 无需什么华美的大菜 只需要在街边上要上两三样签菜 再让店家来几碗饭时 就足够他们逍遥的半夜了 一个卖唱的歌迹 才调整了气息 敲响云板 准备要唱歌 那双会说话的眼睛 却猛然间瞪得溜圆 一匹马在前面狂奔 丝毫不顾满街的行人 马上有一个披着铠甲的骑士 即便胯下的骏马已经在狂奔了 他依旧疯狂的催马 就仿佛后面有恶鬼在追杀他 精马狂奔于道 于是风流的文士丢了折扇 娟秀的侍女丢了面纱 附带的商人抓着帽子 瞅着从自己头上飞掠而过的骏马 胯下是一片的如狮啊 卖馄饨的汤锅扣在光头的脑袋上 装芝麻糊的婆罗套在小女子的裙子上 张家偶粉的招牌倒在卖卤肉的摊子上 刚刚要表演快刀割鱼的鱼快手 刀子还在手上 鱼却不知道去了哪里了 小孩子丢了剥烂骨 小丫腿没了红袖鞋 母亲的面纱被精马带走 只留下一大片惊艳的闲人 一柄短刀从后面飞了过来 那是张图护家的剁骨刀 沉重的黑铁刀打着旋 重重的劈在骑士的后背上 骑士吐了一口血 把身子放低 抱着马脖子 更加用命的逃窜 这一刀恐怕不简单啊 却不知后面的英雄是谁呢 见多识广的东京人 看到这一幕 即便是害怕得要死 脸上也必须保持住 自己风轻云淡的神采 后面追来的自然是云月了 进了马行街 他也没有想到 张虎只想着夺路而逃 哪里会顾及马行街上的行人了 在西夏的时候 这样狂奔 他不是一次两次了 即便是战马踩死了人 心情好得赔点钱财 心情不好的时候 谁去管那些 欧阳修坐在行云阁 醉意淘淘 浮在栏杆上 原本是要做首诗的 不妨看见了狂奔的骏马 诗意化作文采 一句一马杀人于道的话 尚未讲完 文采就变成怒火了 一马杀人者为谁 云月控制着战马 躲过坐地大哭的孩子 纵身而起 躲过横倒在面前的竹竿 攀上栏杆 面对着欧阳修道 西夏张智智的张虎 某家正在追杀 欧阳修来不及回话 就见云月的人影 已经遥遥无踪 任侠者当街斗杀 此乃国之不幸啊 云月自然听不见 欧阳修的怒吼了 即便是听见了 他也不在乎 反正啊 这段时间云家倒霉透顶了 正缺少个立威的人样子了 张虎还就亲自送到门上来了 因此这个时候云月心情很好 张虎对东京的道路非常不熟悉 所以只能像是只眉头的苍蝇 到处乱撞 自从见识了云月的磨刀功夫 他自认不是对手 本来被火药弹挣得头发昏呢 在挨了一刀之后 反倒变得清明了 他不记得自己 为什么要去参加 东京那些熏贵的酒宴了 只记得那些大宋熏贵们 所有人都对自己非常怜悯 哎 乳父的骸骨非常完整啊 老夫在五成殿 拜业过两次了 云征将乳父的尸骸弄成蜡像 实在是对人道的侮辱啊 张雄 小弟有幸见过领尊 虽然成了蜡像 却依旧威风凛凛 果然是一等一的英雄啊 哎 乳父不能归葬于祖坟 贤知笑道有亏意啊 但明日老夫亲自向陛下敬见 希望能把乳父的骸骨归还于你啊 只可惜 这云家势大 老夫的奏折也未必起笑啊 张虎扬起脸的时候 泪很满面 没呼吸一口气 胸口就像是着火一般 云月那一刀非常沉重 虽然没有砍破铠甲 可是巨大的力道 必定是伤了内腐了 身为从戈壁滩上出来的将军 即便是马行街上的嘈杂声不绝于耳 他依旧能听见 后面云月那不及不还的马蹄手 他在狩猎 他希望我到处跑 就像狼群戏弄包围中的羔羊一般 他是个云鲜的 我看看 感谢观看